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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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进,没关系,就这样子放手,好,来,东西记有没有? 哇,是,把东西先放下来吧,我今天带了一幅画,请看一下,这是你定期的作品? 对,差不多两年前做的,三年可以,我们要先坐下来,休息一下,喝个茶,然后茶来欣赏一下作品 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呃,我们,我的展览刚开,所以前两三个月,然后这作,一些新的作品,也是陶瓷做的 也是这个系列吗?不是 不是,不是这个 嗯 呃,来看看,哦,好,来,先看看一下 哦,讲清了,对 哦,对 就是什么,什么材质?这间作品的? 那个是,呃,Masta,是高,呃,后面的是PE,就是他們包,呃,鮮化的,一个,呃, 塑胶泡,哦,塑胶泡,哦,哦,塑胶泡,哦,啊, OK 可以素质 所以你之间还有加一些什么颜料上去吗 有,里面有快点 Golib,精博 这个 跟Ceramics的 创作方式有点像这个 有点像这个 在新加坡的青年艺术家里面 我们坐下来吧 坐这边吧,很热 我看到你这件作品 我想起说 因为现在年轻的艺术家都很少说 以这个 Materials来做创作了 所以是什么原因 让你 出发用石膏来做创作 就是 看到 没有那么多人在用这个材料 就比较 然后 想要用 特别的材料做创 而且 有些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个材料有更 劳工 有更多 我们要讲 这个 可以呈现 可以呈现 呈现 呈现 可以呈现 呈现 他的 保存性 或者是容易损坏性 会 造成任何困扰 或者是抗疫的 所以 一 会比较脆 所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放了一层 一层 那里 给他保存一下 嗯 可是 用 Racing 的一个 一个问题 我本身是觉得说 他的 保存性 因为 你会让他 变成 造成他 黄色的 那个转变 所以 会不会说 保存的时候 时间的 有事有限 那有限期 那么 会造成你的作品 伸展出来的效果 不是跟你原本 創作的时候 那个一样 对 呃 有想过 这一点 嗯 但他们 啊 mine resin 的 呃 manufacturer 他们有加 一点 防 防 防黄的 防黄的 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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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所以 现在 比较 现在做 Cerenics 嗯 有点不一样 所以 呃 也是因为 这个保存的 的关系 所以你才 会转去做 陶瓷吗 还是有 其他的 其他的 因素 让你 呃 呃 转变这个材质的 尝试 去尝试做 呃 嗯 这个是 呃 早期的作品 呃 这个是我比较后期的 应该是去年才 才完成的 嗯 的作品 嗯 然后这个 这个泥 嗯 这个泥土 其实是我自己的进化下 嗯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 marbling的 呃 然后 上面的这些 黑点呢 其实是 呃 铁砂 我加进了铁砂下去 然后 增加它的变化 那么 呃 为了说保存它的 呃 呃 那种比较天然的感觉 所以 基本上 呃 用U我就比较少 相对的就比较少 嗯 纯粹是用泥色 呃 呃 那个I-Oxide 再再加上 嗯 嗯 那个泥浆 嗯 啊 才有办法 拿到那种 比较自然的 那个感觉 它的 它的 呃 呃 呃 嗯 嗯 对 是 基本上呃 我在做这个时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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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用那个 山海经里边的那些怪兽来做创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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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然 对 就比较喜欢一个RAW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一个其实我也是 只用了那个Ion Oxide 跟黄色的那个泥浆 来表现这个枯叶的那个感觉 这个作品是提示什么 这应该比较早吧应该大概一三 应该我不太记得它的那个日期 应该好几年了 应该在几年前做 这个比较早一点 近期我做的都 近期我做的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些是 可能我们可以到里面去谈一些 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 我看了那两个作品 看出来 后期的比较 没有那么多颜色 会不会 后期的这些其实这个是比较 比较 比较后期的 比较后期的那个作品 就是刚才你看到那个 这个关心世界境的 这个也是以一个山海经的一个动物来做 来做一个 把它当成是一个把手 这样子 然后这一个的是 这一个是不同的 六 我们世界说的 火山 火山 火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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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看出来是 就是 这整个圆形是盖的 你拿出来的时候 咦 这么想盖 哈哈哈哈 其实这整个造型 我有 我有 参考了 那个 中国古代的那些 陶瓷器的造型 就是 丙的那个造型 对于三角形 那就是说 想到说 这个 我们的 传统 古代的一些造型 把它 融入到现在的 那个 生活里面去 所以就结合了 三海经 这个 跟那个 丙的一个造型 这是比较后期的一些作品 然后 然后 对啊 那这个是 火山用 的 火山用 基本上 你可以自己挑 这个也是 参考的 那个 比较 比较那个 传统的一个造型 这个 该是 加的 开 这个不能开的 这个只是一个小孔 所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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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人家一个搓铁 嗯 这个是先 搓出来的 啊 对 好 这个泥 这个泥 其实 大部分我都有经过自己 自己参 参查一些 铁灰上去 因为就考虑到说 本地其实 材料方面其实也有局限 比如说我们就全部要依靠 也要依靠 也要依靠 进口 在本地我们基本上很难拿到说 哎 本地的 比如说我可以到外面去挖一些 一些银 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 嗯 嗯 也是顶局限 嗯 不过不知道你对这个 这个有什么 那你可是有用过自己的 自己挖出来的 自己的 做做做 我也很希望可以挖到一些本地银来 自己创作啊 可是很难耶 去哪里找本地银 哇 去外面挖了一些银 然后等于要 要 要准备付一些钱 然后 我有尽力再试试看 尝试再找 不过 基本现在还没有什么 银幕啦 这个我在想 这个是新加坡我们 小的那个空间里边 这个材料的一个局限 所以 所以你目前就是 都以陶瓷 都以银来创作 呃 因为我刚 刚翻进我一个新的画师 也是 就 呃 开了 呃 买了十个 呃 呃 呃 来 开课啊 所以是 呃 现在 有自己的 呃 自己的 呃 你 这间 space 做法不易 呃 觉得 我现在有 可以 呃 呃 呃 所以 呃 嗯 老师 你 想问你 早期的艺术影响是 所以有 有没有 一个老师 还是 一个艺术家 特别的影响 嗯 嗯 当时其实我们在哪怕的时候 是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一个大的一个化妆院 所以 整体上 每个老师其实都有 扮演他一个角色 所以 很难说 受哪一个老师 真正一个老师影响 我觉得 很难去 去这样说 或者 整体上 一个 美感啊 或者是 一些 嗯 嗯 不管是 绘画技巧啊 或者是 美学欣赏什么 都有 都有受到 特别老师的一些影响 嗯 然后当时我们在那边 内级的训练 在哪怕的训练 其实 呃 都是属于 比较传统 嗯 然后也比较 技术性的训练 嗯 比如说当时我们在 上 张立英的课 他的要求度非常的高 那些都是比较属于 嗯 的一个训练 嗯 嗯 所以当时 嗯 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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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艺术 我们没有这个概念 完全就没有 呀 这个 这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 啊 到后来 慢慢接触的时候 才有一点点的概念 嗯 所以 你对这方面 好像行为艺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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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听听你的看法对现代艺术或者是行为艺术这方面 呃 呃 呃 或者是有不高文化全部 还是 嗯 陶瓷没有 我那时候 在拿法的时候是没有陶瓷这个部分 只有版画 嗯 然后雕塑的时候是三年级的才有的 不过呢 也是 是最基础的一个训练 所以我们没有接触到什么行为艺术之类的 我们完全没有概念 所以就想听听他对这方面 我觉得他的训练也是有看重他的概念 跟能讲说你的作品 我当学生的时候也是觉得 如果有比较多的技术的训练 我觉得比较好 我会能学到做艺术的技术 技术的技术 我本身是比较欣赏这方面的 我觉得跟老师年龄的艺术家分别 所以现在上YouTube可以看 可以学会很多东西 你不懂怎样做某些东西 可以上Google去查 以前老师时候想学到不懂什么东西 我会不懂怎样去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 你比较希望说能够学到一些 比较technic的东西 你是不是觉得说这样子 这一个训练能够对你的表达 更容易表达你要传达的东西 我觉得要表达某些东西 不要那么复杂 所以好像老师做给你解释说很简单 可是我觉得比较简单 比较有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就是不要太复杂 简单 其实技巧应该不是最重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技巧的就是最重的那种问题 所以 刚才有个情况 在拿发的那几年的训练是好 可是在后来的创作 我觉得有些时候不是那么重的 它需要可是不是那么重要 比如说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那个 行为艺术 表演艺术 receptual art 这个是我本身很欠缺的 所以也很想说 可以跟你们年轻艺术家 学习这方面 给自己多一些补充 一些 一些 对这方面多一些认识 我觉得只是一个好像一个新的 好像 It's just like technology 现在有新的technology 就用来表达 那么一些概念 现在我们 自从他们发明了这些 Performance art 就是另外一个 表达的方式 就是这样子的 嗯 嗯 嗯 所以你会 来 有机会 你也会尝试做这些 Performance art 我 太刚才了 我也是比较喜欢 学不一样的材料 所以你刚才有提到说 现在的这些 资讯很大大嘛 所以你认为 对你这方面的创作 有 有任何影响 或者是 有任何 或者是 这个改变 一定有 因为 有很多 好像餐 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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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是 当然现在是很方便 有了这个资讯 这个 这个是很方便 可是 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 很方便 这样子方便 反而 造成人与人之间 啊 呃 沟通 没这么好 呃 会慢慢走向 比较封闭的 那一种 会 情况 有 这个会一些 哦 好像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 做做聊天 其实如果你在网上谈 我觉得 可能就没有这样子 清洁 没有这样子 清洁的一个感觉 毕竟是各做那一个 你是从萤幕上看 我觉得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然后这边就今天还有一些 版画的一些作品 播 就 可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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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在尝试用 呃 Lithogra 嗯 嗯 因为Lithogra是我没有尝试过的 一个体力 所以很难得有机会在 啊 一个 本地的一个 一个 一个 年轻的一个 繁画家的studio做了这一些 嗯 Lithogra的这个作品 嗯 是不是 嗯 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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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是同 是同 啊 对是同 然后这个是也是以上海群做做组织的 嗯 然后这个是也是以上海群做做组织的 这是不同的 嗯 嗯 也是一个不同的材质 用不同的颜色 这个就 比较 这不算是纯 单单的 比较不是个不是纯的那个 cream making 这算是mix media吧 因为我用一些acquillage 然后用collage的方式来 来完成 这个应该是这样 这个 这是自己做的 这个是买的那个handmade paper 然后我也是加了那个 acquillage 就用acquillage做了那个texture 然后再配合这个版画的那个形式 这个形式是从你讲的 这个 哪里 你讲的故事是三海经 三海经是 神话故事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 好玩的东西 包括植物啊动物啊 可以从里面拿到很多灵感 这部也是一个 这个也是lithuboff也是在诗童那边做的 这几张在 Dentera 那边 之前有了一个展示诗童 属于诗童的那个项目 这边的这些作品 其实就有很多 有些是实验性的 有些实验性的 然后 彩合的作品 我们都放在一起 基本上我们没有分开 嗯 所以有些是造型的实验 有一些是glaze的实验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新的 实验的那个 两个义务 叠在一起 所以它 也很意外的 有这样子的效果 嗯 因为觉得做陶 有很多 意外的发现 确实 确实 有很多 有很多惊喜 然后 有一些 不开心的经验也是有啦 有的时候烧的不成功 整窑的作品都 我看有些时候只有20% 满意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所以做陶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它的固定性 对 对 啊 这些 这个就是 重做的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是berry的 为什么一个黄的 一个红色的 可以吃的 红的是可以吃 这个可以吃啊 对 你是不是看到味道 嗯 我觉得 那里面是 红色的 它的种子 不是 那 就不要切 所以 要不要看 啊 再 再爬下去 啊 不用 所以基本上 我就在这里创作了 这是我的陶试的工作室 然后我也在这里教课 嗯 然后 这些就是一些 一些 啊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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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那么这个都是 这些都是一些原料了 嗯 呀 啊 然后这些是一些 的肉的材料 所以有的时候要一些特别的优药的话 我们就会自己找一些 的食品来 然后从这个地方 从这些肉材料 我们去 自己去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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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 你的那个原料是 比较喜欢 比较自然 比较肉的话 那可能就可以 呃用比较多的那个 泥土 嗯 对呀 这个是朋友给的 也是 其实这个是本地的 等大家提供的 对呀 对呀 这破一碎 分到被破一是几度啊 嗯 嗯 这个是 呃 800度 800度 嗯 对 就没有了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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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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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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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 在多? 对 所以你对于陶瓷 你对于陶瓷这一块 在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很多 呀 就是说对 你觉得陶瓷这一个 这一个部分 这一个艺术形势 在新加坡 呃 将来的发展 嗯 我觉得现在很多 呃 我的年龄 我的朋友 全部呃 很喜欢学陶瓷 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什么? 嗯 我觉得自从COVID 对于陶瓷 对于陶瓷 每个人在工作很多嘛 呃 每个周末想跟 呃 男朋友 女朋友 出去做 做 做 活动活动活动 嗯 嗯 很多人就 呃 喜欢上 做 博士 不过你整个 整个 整个 哎 讲的比较 市场上的 你的未来 陶瓷的 有一个动向 你认为 呃 呃 所以我在 我在 Laself 呃 Diploma 那年 他们刚 关闭那个 ceramic 的地方 呃 所以之前你可以 学 ceramic 也是major 呃 嗯 我 我的年 我 我那年 他们 呃 呃 不够学生 不够sign up 就关关了 哦 我就觉得 呃 陶瓷是一个 呃 叫 呃 呃 叫 不够 popular 嗯 目前也是吗 你觉得目前的情况 也是这样吗 目前 你整个新加坡 如果是 就是以新加坡的 access来说 你觉得陶瓷这一个 方面的发展 嗯 我觉得陶瓷这个 因为你做陶瓶 你做作品 嗯 要有一个space 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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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 equipment来 做成造成 嗯 呃 呃 比较 比较难 进去这个 这一方面的 的 的材料 我觉得 对 那如果是说不要 只 只单单是陶 那如果是陶瓷跟其他的一些材质之类的 是不是有可能 有可能配合 然后 开脱另外新的一些 一些可能性 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新加坡背景空间 什么 来源这些材料都是有限的 因为新加坡背景空间什么 一些可能性 一些可能性会 有一个带多一些可能性 这些是你们的作品还是学生作品 这些都是同学的作品 对 对 其实现在 以目前的情况 现在学习陶瓷 接触陶瓷 喜欢陶瓷的人 是有增加的趋势 尤其是近年来可能是 运行的关系 然后 都 比较多人 对 老师你觉得 新加坡 陶瓷方面的 新的 新的 有这样的 发展的 重力 我觉得陶瓷在新加坡 还是 没有 可以说是没有这么 popular 还是很 很处女的一个 还是一个处女地这样子 还有很多花钱的空间 虽然是说我们新加坡地方小 然后资源 都很有限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有限的 部分呢 怎么样子去发展它的无限 那么 其实我也相当的希望说 除了说 做一些 雕塑之外 其实如果能够把这个陶瓷 带进我们的生物里面去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让 周围 的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就能够 可以欣赏做更多 对 对 我觉得 好像 我 在家里 用的盘 盆子 全部是 srapping 是怎样做出来的 也是 没有这个了解 每个人都会跟 srapping 接触 对 对 我想这个东西 要是能够说推广出去 不一定是说要做成一个陶瓶家 还是什么这类的 比如说这方面多一些接触的话 你至少 可以多一些 增加多一些生活的情趣 然后 能够了解说 你怎么样 从一团银 然后经过不同的那个阶段 然后把它烧制成一件可以用的东西 你可以当真正拿来欣赏的东西 我觉得 这个也是 很有趣的 一件事情 而且 你意思 你意思 忘我说了 对 虽然是说就是刚才我说 虽然是说很有限 我们说 在新加坡其实基本上 你要拿到本地 是非常困难的 它这个是很有限的 不过 是怎么样子看 从这个 很局限的 的方面去 去拓展它 那比如说我们 从外国的进口 这些 那么 是有限 可是 你说无限 因为可以 可以购买得到 你是她的一个无限 所以你本身 因为 我们接触的 你看 每天 都有接触到 其实每天都有接触到 只是没有去留意它 对 对 是几年开始说 逃避 逃避应该是 我们 前后接触 你要是从刚开始接触到现在 应该 都有整 十多几年 因为最少都十多年了 我也没有去计算它 总是很 很独意识的就是这样子去接触 也没有说 去正式的去 去记住 他的那个时间 不过我倒是想说 如果是说你现在也在做逃避 然后可能 哪一个时候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 做一个连章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互相学习的机会 对 哇 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 对对对 我们有期待 我们有期待 也期待 期待这一天 哈哈哈 谢谢 看看 看看